天忠好 你可以看一下 手上这份协议 是这样的 两年半前 宁星创投和甜蜜科技 签订了一份协议 以一亿元人民币投资 获得了甜蜜科技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与此同时呢 宁星创投和刘登先生 本人也签订了一份 补充协议 就是你手里拿的这一份 协议上规定 如果甜蜜科技 两年后未能成功上市的话 他们有权要求刘先生 以不低于一点五亿人民币的对价 回购那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赌协议 那这份协议呢 在刘先生去世后的三个月内 已经生效了 什么意思 得意又欠别人一点五个亿 您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我和罗总之前 也做了很多工作 希望可以说服宁星创投 继续持股 但是很遗憾我们 没能成功 而且对方计划通过这份协议 向法院提取诉讼 要求你作为一致行动人 代替刘德恩履兴回购协议 毕竟这是你们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 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还这一点五个亿 甜蜜你得还 这个对赌协议之前 我们是没有料到的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甜蜜科技的事 没想到会牵扯到你 我绝不会还这个钱 凭什么我要还 甜蜜啊 法律问题恐怕不是以 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好 你跟我谈法律 那我就跟你谈法律 很不凑巧 前两天我的律师刚刚跟我说 说甜蜜 如果是今天那几百万你不用还 为什么 因为国家刚刚出台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新的法律解释 也就是说 共债共还这个事情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这个协议 没有我的签字 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没有义务还这一点五个亿 司法程序是司法程序 具体官司是具体官司 事情恐怕没有你想象这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可以 那就打官司呗 不是 甜蜜 不用意气用事 我没有意气用事啊 不过有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来 你看看 这是股成这样协议 这一点七个亿 我出了 条件是甜蜜科技的 全部股权转让给我 包括宁心创造那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包括宁心创造那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甜蜜啊 老婆的意思就是 把甜蜜科技卖给他 对 卖给我 对 卖给我 还掉宁心创造那一点五个亿 你还能剩两千万 虽说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 但是车离子自由 还是可以实现的嘛 不 不 就像是某个人 也能作出秩序的 主要是怎样 就这样 你会移动的 又要是预讯的 我们家人勇求爱 罗建伟也谢谢你的好意 可以 这两份协议你都拿回去看看 不过后天呢 我要去趟上海 我希望在我走之前 你能做出决定 好吗 甜蜜科技的重组 就差着最后一步了 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希望你可以尽快给我们答复 我尽快 甜子 我送你 我喜欢你 但我只是要去茶几子 这是我做交的 宝贝 为我选择 我给她带回首饮 我认为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